老仙爵乐团除了是由一群长者组成的乐团之外 他们所使用的乐器都是用一些回收物做成的环保乐器 让您意想不到 像是宝特瓶做成沙灵 按摩棒当成鼓棒 这些环保乐器简单又不必花大钱 成为另类焦点 不觉得痛 很舒服 两支平凡无奇的按摩棒垂背时就像打鼓一样打出节奏 再打上舞曲竟然变成非常有创意的乐器 跟着音乐长辈们甩动手上的沙灵 其实沙灵也是利用回收物经过创意加工做成的乐器 制作方法也非常简单 里面是放痘痘的 所以这里有弹性 而且有声音 可以做音乐 这个宝特瓶盖子盖好 然后把这个各种颜色的亮亮的 用那个贴布把它贴起来 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贴两圈 它就有层次感 然后就这样子摇出来就有节奏 有声音 老森大乐团时常到养护中心和医院病房演出 为长辈和病人带来欢乐 手上的自制环保乐器成为互动的另类焦点 原来一些要丢弃的垃圾也能够变成环保乐器 制造欢乐 因为当时我们发觉到社区很多不快乐的老人家走不出来 当时我们就希望说把生命教育透过这样的一个元素 然后让社区不快乐的老人家能够走出来 所以当时我们就外行人成立了一个这么老先觉乐团 其实说乐团也是美其名 应该我们叫老先觉康乐团 因为我们出去的话 我们的所有节目并不是一成不变 我们随时都在变 而且这群老先觉的团阅们非常的了不起 就是说他们会创造乐器 比如就像用这个做 用那个洗衣板 用牙刷就做的一个吉他 对 对 他们就可以这样玩 那我们会希望说 透过了这一群很健康的社区的长者 然后到一些比较需要去喂访的 比如说社区的养护中心 或社区的一些表演 把欢乐带给社区 用简单不花钱的环保乐器 就能够完成一首首歌舞 老先嘎乐团立下志愿 要寻回各县市做公益表演 一群平均65岁以上的长者 组成的业余乐团 正朝向这个愿景 努力奋斗 港部新闻张世民赖以长方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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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